接下来 人民解放军的空中力量 最近也真的是 好像是吃了大补丸一样 孙将军你怎么看呢 最近社群网站 常常拍到轰溜的肚子上挂了 之前看到无针8 但有人也在想 这是不是MD-22无人机呢 华盛顿邮报直接下了这个标 叫做美国印度跟日本 要感到担忧 为什么MD-22 它的速度 起马赫载荷600公斤 然后它的飞行距离呢 这也太远了吧 8000公里 而且它具备洲际打击能力 如果载荷提升到一顿 还可以配备核武器 这就是把它的手备加长了 为什么飞机挂飞弹呢 挂这个无人机呢 飞机飞个几千公里 再加上它8000公里 不是超过一万多 一万多威胁谁 它不会威胁台湾周边的巴士海峡 当然威胁到 威胁到美国本土 这就是说 我虽然有东风系列 五十一四十一可以打你 巨浪可以打你 我空军也可以带着东西去打你 但这个还没有成型 因为它的负荷只有600公斤 它要到了1000公斤的时候 核子弹头就出来了 但这种无人侦察机 它除了打击以外 它对远程的侦察力量就太强了 它一万多公里的侦察范围 侦察到的目标 传讯回来 远在万里之外 中国就知道你在干嘛了 哇 这超超视剧 就眼睛加长 手背也加长 加上它的飞机速度这么快 一般的美国的战斗机 还没办法拦截它 它飞到这个七八马赫 你一般的战斗机怎么去追它 对不对 所以它不怕被你打 它也可以看得很远 就这个东西设计的目标 将来载重力再增加 核子弹头都可以过来 就是说你拦了我的东风 你拦了我的巨浪 我还有东西可以过来 如果这个飞机从阿拉斯加起 从东北起飞 你看看 越过白领海峡 一下就到了美国本土了 对 那再加上这个打击力 就很凶悍了 所以这就是说 谋求核子平衡 是远程目标 是 就等它的载重量 但是现在就是 它的侦查范围扩大 对 扩大上万里 就是说你西太平洋 想干什么的航母要来 干什么我都可以看得到 你水面上的活动 发现某个针后 这个飞机就去了 就钉在你上面钉很久 所以这个东西 中国大陆的 除了东南沿海的自卫能力 它的预警能力也长 是 所以飞得更远 看得更远 中国大陆发展这个武器 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接下来我们请教张艳廷张将军 真的是成功的给美国上了一课 发生什么事呢 在南海 这个张将军一看就知道 这个叫做被雷达锁定了 这是歼11遇上美国大黄蜂 说一度遭到射控雷达锁定 这个情况是有多么紧急呢 这是意味着美军完成开火前最后步骤吗 但歼11也有办法脱身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我们直接请教张艳廷张将军 因为它这个如果是在空中 因为美国的四架是F18A 这个是超级大防风 因为现在美国的大防风已经不用了 它是用超级大防风 超级大防风的推力 是比大防风要来的大 在带弹量 还有它空中的速度 还有它的性能 就是空战的动作 超级大防风是很利索的 它整个动作是很灵活的 是这样 所以它超级大防风去拦截两架的 歼11B是这个样 然后歼11B最常它丢了火焰弹 那如果是被 说上这边吗 对对对 丢了火焰弹吗 因为火焰弹 一般来讲歼11B它有80枚火焰弹 它内建式它不是挂在外面 它挂在外面 我们可以看到歼11B 歼11是长相 长相就是这个样子 那它的火焰弹 是放在这个地方 侧面这个地方弹出来 火焰弹是弹出来的 对 火焰弹弹弹出来 弹出来的话 它是用80枚 你要是自动操作的模式 你是丢4发 那你可以丢 对 慢慢丢 你可以丢20次 因为你有80发 你丢4发 你用自动模式 你如果是自动模式的话 你对敌方的 对方的空对空的飞弹 只要一锁定 雷达一锁定 马上自动丢 因为你放在自动模式 被锁定它是自动丢 另外一个 你有人工模式 你人工模式可以丢 那我认为它这次到了 是丢了人工模式 并没有开启自动模式 因为它近的时候 你看到我刚才看到它的 那个飞行的动作的时候 美国的超级大旁 逼近它的时候 逼近它 你说一看 它拿那个摄影镜头 摄镜头 把它距离拉近 有我们画面 看得很清楚 一拉近的时候 你注意看它一拉近的时候 就开始丢 这个是晚上 这是另外一个影片 那另外一个影片 这个时候它没有丢火焰弹 这个时候丢火焰弹 你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 对这个就是 讲到了双座 这家是双座的111B 然后美国的超级大方式 拦截台 它开始丢两枚 四枚 六枚 八枚 它丢了八枚 因为它有八十枚 我们讲过 丢了八枚 因为它放到 这个 它是虽然放在自动模式 但是可以人工跨越 人工跨越 它一直丢八个 它还有72个在里面 是这个样 然后丢火 一旦被锁定了 已经做两个动作 第一个丢火焰弹 第二个丢干扰师 干扰师干扰雷达 火焰弹的话 把那个雷达 被它这个空对空的 最热的飞弹骗走 是这个样 然后干扰师 但是问题干扰师看不到 铝箔条 大家讲铝箔条 其实是干扰师 干扰师的这个细度 像那个头发一样 一包香烟呢 大概就有十万那个头发 十万根头发 你看不到 它丢出去你看不到 但是雷达整个被屏蔽掉了 雷达整个都不能用了 整个都是那种 一片绿就对了 对 一片绿 目标没有 没办法了 你目标没有办法 那它的信号就没办法 给空对空飞弹 空对空发射出去没有用 所以这支影片当中 我们是不是 刚才看到张亚廷张将军 真的是你知道吗 各位 影片即时解说 有没有 即时专业解说 但是呢 这是不是看到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们被锁定 就是他们反应 飞行员反应速度的快速 我一看大家大概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 这个是强 这个 人工跨越 去丢火焰弹出来 表示是立刻离开 对 动作就是很积极了 不然你平常的时候 人家这个 大家不会随便丢火焰弹的啦 对 他是常常强势距离 丢火焰弹 所以意思是他在告诉美国 你立刻离开 立刻离开 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我看他的飞行员 那个动作 我可以感觉出来 那个飞行员飞行员语言 他比较自信 他有展现自信 就是说他没有说退让 对 一直说向前逼近 然后跟美国的F18 超级大防御那么近的时候 丢火焰弹 所以他有自信 强势驱离 另外一个 警告他立刻离开 所以他 我们看这几个动作就知道了 他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来 我再补充一下 吴珍8和MD22 现在就是说 中共挂了 把这个 这个吴珍8 跟MD22 挂在轰流上面 这个是一做验证 这是一个大的突破 为什么 因为吴珍8的重量是4公吨 挂在 你注意看 只有两种飞机可以挂 一个轰流 战斗机是没有办法 前几机是没有办法挂 吴珍8的 因为它4公吨 所以也只能挂在 它的机腹下面 不能挂在轰流的机翼上 因为机翼可能没办法承受 那么大的拍龙架 你拍龙架的话 你到时候 它重量在空中的时候 就遇到气流 它会 那个结构会形变 形变之后会 造成它的 灰破坏性 会产生会这个样 问题是吴珍8 因为它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它逆中 它的设计就已经逆中了 第二它 它高超音速 吴珍8是7马赫 MD22是6倍音速 不一样 这个地堆公布要去拦截它 不太好拦截 因为它速度太快 高超音速了 一个是7马赫 一个是6马赫 那另外一个 第三个 它高路太高了 它高路高的话 已经到达 到我们讲到的 3万公尺到5万公尺 就是距离地面 30公里到50公里 已经到50公里 已经到近太空了 那近太空的话 地堆公布飞弹 一般的地堆公布飞弹 打不到了 打不到它了 因为已经到近太空 内太空 就内太空 打不到了 所以它的速度够快 高度过高 如果上面的话 它一发射的话 它上面是火箭发动机 一般的飞机也拦截不到它 因为火箭发动机 因为你到3万公尺以上 所有发动机 你不管是轴流式的 涡轮发动机 还是冲压的 我们叫涡轮发动机 都熄火了 没有氧气了 都熄火了 那它配的都是 两个火箭发动机 液态火箭发动机 液态火箭发动机 液态火箭它自己有氧气 然后自己喷 所以它为了速度那么快 因为火箭发动机 推力很强的 哇 这个很多黑科技在里面 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用逆钟 速度又快 6倍到7倍的因素 然后又是 我们所讲到的 高度又高 速度又快 高度又高 所以没办法拦截它 那它上面如果是挂核弹 丢完毕之后回回来 因为回回来就可以了 那挂在飞机上 它可以挂在 轰20可以 轰6可以 那这样的话可以做 这个不是在战术打击了 这应该在战略打击的阶层 那这个 这个在轰6来做印证 表示它的空军的打击的力量 又向成提升了一级 嗯 好